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阳 很开心能够来到今天的湾仔码头的活动现场 是 也是作为湾仔码头的代言人第一次亮相吧 对 第一次来到湾仔码头的这个活动现场 然后呢 其实也很久没跟粉丝们有一个近距离的一个接触了 然后呢 其实最近很多粉丝都比较活跃嘛 那也希望新年到了 然后大家能够休息一休息 明年会更好 给大家很好的一个祝福啊 当然今天在我们的湾仔码头的年夜馆当中嘛 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过春节的一些小故事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你过春节有哪些事情吗 春节啊 春节的话就吃饺子啊 南方小时候在南方长大的嘛 然后吃汤圆什么的 对 都是很美好的一些回忆 对 很美好的回忆 然后就是春节最美好的回忆就是能够陪伴家人嘛 对 因为其实一年到头能够有很少的时间能够陪伴他们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跟家人聚在一起 然后吃着湾仔码头的饺子啊 汤圆啊 特别的甜蜜和特别的温暖 其实湾仔码头其实是小时候的一个记忆 最实话 因为小时候其实就印象特别深的是湾仔码头的那个广告片 就是看到那个饺子就觉得味道特别的好 特别香 冒着热气啊 然后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去超市的话就会买两袋 然后就带回家 囤一囤是不是 对对对对 如果你想要和羊羊来囤同款的话 各位 购物车下每一款产品 今天都有优惠力度啊 赶紧来下单 那其实说到春节就一定要有礼物嘛 既然是羊羊第一次以湾仔码头代言人的身份 跟大家见面 一定要有属于你的礼物送给大家 好不好 准备了吗 好啊 准备了没 准备了没 来 尤其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 我们羊羊特地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款产品 来来来 诶 快来 来 欢迎啊 来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特别的礼包好不好 然后要不要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来 看一看里面都有哪些我们 这个湾仔码头的拳头产品 这个礼盒也是属于羊羊和湾仔码头 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新春的礼盒 它里面其实是有虾黄的一个云吞 还有我们这个青花椒味的雪鱼水饺 诶 还有哦 里面还有我们羊羊的明星片哦 还有哦 还有这个 其实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是一个人形的 人形的羊羊 这打开是一个可爱的你 嗯 然后今天啊 今天其实在这么多产品当中 还挺想要问一问羊羊 这几款当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还有这个哦 那个小笼包 我每一款都很喜欢 对 我感觉好像给你挖了个坑没有 我每一款都很喜欢 因为每一款都是自己尝过之后觉得好吃 对 因为拍广告片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味道都有特别的品尝 嗯 很特别 对 很特别 要带给到大家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 除了要给大家带到这一个套组之外呢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到属于羊羊 和属于羊羊粉丝的精彩福利 哎 我们要有请羊羊 在我们的这个礼包上来为我们签下你的名字 在我们直播的最后 我们将会为大家来抽取看看谁有这一个幸运 好 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哦 现场给大家亲笔签名 好 我们这一款产品哦 这个哦 这个哦 就是这一款哦 在我们直播最后的时候 会给大家抽奖 送给到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 来 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 稍坐休息 很多人呢会觉得说 羊羊平时工作很累 那平时你吃饭自己应该会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打发 有工作人员安排 那如果自己要下厨的话会选择 自己下厨 弯杆码头简单方便 是不是 一下就是很好煮啊 所以你在就是想用弯杆码头的时候 会不会有自己的独门秘籍 独门秘籍 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说 生吃 没有来开玩笑 对 其实常规的吧 煮饺子的话就是 对 热水先多一点 然后可以倒几次 凉水 是 比如说汤圆的话就是 稍微的就是 因为怕它那个皮会破嘛 然后就是 得是开着那个锅去煮 然后云吞的话就是 煮的时候要稍微 搅一搅 包子的话就简单了 就是把水烧开再蒸就可以 这果然是一个非常合格的代言人 每一款产品自己在家里都有试过 因为拍戏的话 其实有时候就时间不规律 就可能会拍到半夜三更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 会 消夜 消夜就会吃到那个 我们弯杆码头的这个汤圆 没错 其实现在确实是啊 有的时候天都冷 你要出去点个外卖啊 给你送过来要很长时间 不如自己在家里备一点 弯杆码头 想吃的时候直接 那个下锅煮一煮就好 而且特别的营养 特别的健康 特别的卫生 吃的也放心 那刚刚杨阳说的 只是嘴巴上说 好像可以这样来操作 接下来我们一步 去我们的料理台 来看一看各位 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各位 他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会给到我们 怎样的一些分享 好不好 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杨阳 一步指我们的料理区 来有请 来看一看第一位啊 这边在做的是什么 在煮饺子啊 煮饺子平时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再说一遍 是 这样大家就是反复吃 煮饺子的话 先是热水一定要多放 放多点的热开水 然后开始煮 中间呢会加个差不多两三次的这样的凉水吧 好 来我们再往这边来啊 来看一看我们在煮的这个小笼包 小笼包你在家里会自己煮吧 小笼包其实比较简单 小笼包就是水要开了之后 就是把这个蒸盖什么的 把东西放进去就煮就行了 蒸就行了 是而且它其实我觉得 蒸小笼还有一个tips 就是下面有那个蒸的那个纸 你可以把它给垫着 这样就不会防止它粘在那个锅上 对而且小笼包就是很好看 就是颜色不同 五颜六色 五颜六色 是 如果你就是过年的时候跟小朋友在一起 就是这个特别能够吸引小朋友的一个目光 对 是不是 特别特别吃香 特别对 香饽饽 好 我们再来这边看一看 小笼笼 你煮的是哦 云吞 是你最爱的 超爱 云吞是要边煮边搅 这我一直在搅 像一个老巫婆一样 你看 提示你来要边煮边搅 那样才专业 对吧 边煮边搅就可以防止它 就是不要被 不要粘在一起 对 不被粘在一起 好 来 我们再往这边看一看 哇 这个是全新亮相的金沙汤圆 是 好好看 一看就很有食欲 对 非常有食欲 就感觉此时此刻一定要拿出手机 直接来我们的购物车当中下单 汤圆的话就是开盖煮 开盖煮就好了 开着 主要是那个皮会破掉 真的没想到你平时还真的是一个在家里动手的人 对 偶尔过年的时候 然后工作人员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们在煮的时候我也会在旁边就监督一下 说了一口好菜 来我们有请杨阳移布置我们的这个锅前啊 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看到杨阳亲自为我们来煮我们的水饺 那他们都有选择了他们喜欢的产品万载码头的拳头产品 杨阳今天会选择给我们煮什么 我吗 我选择 煮水饺 煮水饺 煮个什么馅儿呢 雪鱼的吧 雪鱼的 对对对 青花椒味的 雪鱼的 青花椒味的 太棒了 这个也是我们全新亮相的 而且如果说你是爱吃辣的宝宝们 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合 它满足了满足了饺子没有辣的这个空缺 所以这个里边稍稍有一点点辣会让你更提味 来我们有请杨阳给我们来煮一煮好不好 好 可以吗 可以 感觉好像把自己家的厨房搬到了现场 让大家一起来观看啊 来我们先把这个水给煮上 来我们戴一下手套好不好 特别啊 因为今天是在那个特殊时期嘛 我们还是会比较注意一下 比较注意一下 来我们要来看一看 杨阳在现场啊 来给我们现场来煮我们全新亮相的 青花椒味的雪鱼水饺 来看一下 帅气的杨阳的操作过程啊 嗯 先烧开它 先烧开它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包装了 是 对 哎有开过带有自己包装的水饺吗 第一次 第一次 挺特别的感觉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来我帮你拿话筒你来拆一下 就这水饺一定很好吃 这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感受 对一定不能把自己的自己的脸给撕倒 而且他说到做到了完好无损 连褶都不能褶 嗯 然后下一步就等水烧开 我们就可以把水饺放进去 好 来大家看一下哦 标准的拆包装的流程 大家记住了吗 拆完一定要是这样的 记得大家如果下单的话 拆完了 请发给我们确认一下 这是我们之间的暗号 我就知道你们今天有看我们整个的直播 好不好 来我们在等这个水煮开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我们今天也给你设计了一个很难的考题 看看你可不可以一心二用 你说 就是又要一边给我们来煮万载码头好吃的水饺 又要来接受我们直播间当中所有网友的提问 可以吗 我没问题 真的没有问题吗 对对对 有点难的 因为一心只能一用的呀 也别太为难我吧 不太为难你呀 那我们考虑一下 好了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给我们上一下 上一下那个iPad让我看一下 现在直播间当中 各位宝宝们 哦在这里哦我真的是要那个认真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进入到直播间的宝宝们给我们点一波关注 同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当然我们会时不时的给大家来弹券 同时你也可以来分享我们的那个裂变券 买100就可以减40的那个裂变券啊 好欢迎各位啊来接下来的时间要来看一看啊 如果大家有想要问洋洋哥哥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弹幕当中来这个刷屏啊 大家说怎么这么好看问你什么时候进足 好来我来pick一下哪些问题来问一问大家 哎既然有人问洋洋和穿秋裤了吗 拒绝回答 好啦来接下来的时间啊 我来问一下我来看一看啊 来问一下洋洋有哪些问题可以来问 我来问一下洋洋 新年希望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收到假期吧 想要放假 嗯嗯好来第二个问题 新的一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嗯就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所以今年就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好我看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把那个水饺放下去了 可以可以 嗯来我们先放哦 对对对不能不能压到包装不能压到包装 哎呀哎呀 特别的认真 是就是认真下厨的男生也是有不一样的魅力哈 而且看到我们弯仔马猴其实他帮你在冷冻的时候都是一格一格的分开 所以就防止他会粘在一起 这个设计也非常的好啊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会粘在一起影响到他下锅之后的一个效果 完全不会啊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认真的看着洋洋把它放到我们的锅里来一起来煮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弹幕上来各种发所有的问题哦 你们想要问的哦 好嘞 可以 好下完之后我们就放盖 放完之后呢在等待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我们的快问快答 来看一看啊 现在 可不可以对正在收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说一句话 快过年了 可以休息一下了 对然后 就是 这边对这边 新的一年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个更开心更好的一个新年吧 特别温暖的提示带给到大家 对因为一切都会好了嘛 对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一起努力就好 好下一个问题啊 最近的目标是什么 最近的目标吗 就近期有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和flag吗 对吃饱 对 是这样是这样因为 没有没有是这样因为 其实上部戏拍的是 你是我的荣耀 然后一部现代戏 因为我去年其实拍了一部戏是特战荣耀 就是那部戏是军队的戏 然后就给自己练得稍微的壮烈一些 然后这部戏呢 其实有的时候会 有时候会刻意的去 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 然后 就一下会瘦很多 他们都说你太瘦了 刚刚是不是疯狂的在喊 太瘦了 所以 多吃一点 好不好 各种馅儿 吃好吃 各种馅儿 多吃一点 各种味儿 各种味儿 都可以啊 但如果你们 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想要get到羊羊的同款 我们的购物车当中都有链接啊 今天有很多的优惠力度 来下一个 我们的快问快答 哎呦 你看多专业 这手势 是不是 多专业 多专业啊 来下一个问题啊 这个现在是要加第二波 加水了 是不是 嗯 加水啊 好 加一碗水就好了啊 来下一个问题啊 希望听到别人夸你什么 夸我什么 嗯 夸 夸什么都 都行 都可 可爱 是OK的吗 夸 夸什么都行吗 会下厨 虽然也算很夸吧 对不对 也算很夸 可爱也OK 对不对 好 就大家不管是 你们只要是夸杨阳 杨阳都觉得可以接受 来下一题啊 有没有想要推荐给 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的 弯仔码头的产品 有 一个一个拍一下 每个都是我想推荐的 每一个哦 来 盛林老师 每一个 杨阳推荐的第一 有云吞啊 有元宵 然后有水饺 还有 小笼包 小笼包 对 小笼包 对不对 还有各种馅的水饺 所以 只要今天在我们购物车当中的 都是杨阳 亲自为大家挑选的好的产品 我们要问下一个问题咯 杨阳最喜欢的是什么口味 酸 甜 苦 辣 咸 这五个理念 酸 辣 酸 辣 一个了 最喜欢的一个味道 酸吧 酸 为什么 我吃饭的时候都旁边会放一叠醋 我听到了 什么 没什么 是酸对不对 所以你是爱吃那个就是醋的是吗 我比较爱吃 对不对 酸的嘛 英文 对不对 所以你喜欢吃小笼包就合理了嘛 对不对 小笼包我们可以蘸一蘸那个酸酸的醋 来 接下来这条问题 对于杨阳来说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东西 亲情 亲情和友情 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好 我们应该跟杨阳一样 就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亲情 珍惜我们的友情 对不对 好来接下来啊 休息的时候 放松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更放松 打游戏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应该看网上的新闻吗 打游戏 打游戏 打游戏啊 打游戏啊 我觉得其实放松的时候就是可以 就过年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忙碌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拿一包弯仔码头煮一煮 对吧 想一想 跟大家之间的一些 有的没的 是不是 对 你看 我觉得此刻它就很放松 很舒服 对不对 要尝到 尝到美食了 即将要品尝到美食了 来 是不是已经好了 好 差不多好了 我们就把它这个沉出来 好不好 我们用那个漏勺把它给沉出来 好 好嘞 来 我们先让它出锅 好不好 对 好 这个应该是大家很难得见到的 羊羊的样子吧 对不对 好认真 专注的捞 弯仔码头 好嘞 来 我们先把这个放在这边 让它亮一亮 好不好 因为刚刚直播间 很多粉丝都说 我们可不可以看到 这个的同款表情 这个拿掉 这个拿掉了 这个太丑了 好不好 因为大家要截屏和录屏了 对 各位 截屏录屏 来 三 二 一 福利带给到大家 记得截屏 记得截屏 要露眼 好帅 好帅 来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好不好 给你们谋到了 这么好的一个福利 来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要有请羊羊 端着她刚自己 亲手为大家煮的水饺 一起移布置 我们的圆桌前 共同来品尝 羊羊为我们带到的 弯仔码头 当然几位也可以带着 你们烹饪完的料理 一起移布置我们的圆桌 走吧 走 好 来 各位看到啊 我们的这个 已经出锅了啊 每一位 来 一起来坐下 来享用我们的美食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吃饺子啊 除了饺子 皮儿怎么样 馅儿怎么样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灵魂酱汁 灵魂酱汁 所以我们要有请羊羊 在现场给我们调一个酱汁 好不好 平时 调酱我还挺拿手的 我带着这个过来 对 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食材 我叫醋肯定有 对吧 醋 对 陈醋 这 然后这些东西都 都好像 都是火锅的一些 一些料 是 对对对 火锅料都给你备上 其实吃饺子的话 其实就蘸 蘸那个 蘸醋就可以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吃辣的话 可以在里边放点 那个 辣 辣椒 辣椒 圈 对 辣椒圈什么的 嗯 是 所以如果让你今天来调的话 你就是盛醋是不是 对对对 就盛醋 我就盛醋 好 你就直接 直接淋在上面吗 放你的碟子里 放我碟子里 好 其实我觉得 杨杨今天给大家调的这个醋 就是特别中国和特别传统的 我们小的时候吃饺子 就用这个醋来蘸 而且就是保留了中国人吃 传统饺子的那个精髓在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 各位 我们想要问一问杨杨 平时吃个饺子会是 就是直接蘸呢 还是说会用其他的方式 就是你平时吃的时候 会有什么自己的特别的爱好吗 是一口一个呢 还是会喜欢 先把皮儿吃了 再吃馅 再 或者 就之类的 会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吗 我会 吹一吹 让它不要这么 让它不要那么烫 是 然后呢 不烫的时候 就可以一口 下去 会比较爽 真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贴饰 记得大家吃之前 一定要吹一吹哦 那今天各位 除了我们台上的几位 可以来品尝到 我们杨杨给大家 亲手煮的饺子之外 我们现场 很多粉丝朋友们都应该已经有自己的编号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哦 我们就要让杨杨现场给大家pick三个数字 而这个属于你们的数字 如果准了的话 你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圆桌上一起来品尝 好不好 来 杨杨要不要站起来稍微看一眼 看得见 看得见 来 我们这个 一到三十 你任意pick三个数字 别看了吧 随机 对吧 公平 随机 公平 十七十八十九 来 我们十七十八十九 三位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哇 满满满满的嫉妒的声音 哦 怎么是他 来 哦 欢迎 欢迎三位 欢迎 来 我们 欢迎欢迎欢迎 来 每一位都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 好不好 嗯 嗯 嗯 要不要 不用 不用 坐下 哎呀 真的是 你们是冲着美食来的 是不是 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啊 来给大家来分一下 好不好 来给大家来分一下 一人给一个 好不好 嗯 我们尝过去吧 要不 你是饿了吗 尝过去吧 我们一人尝过来 我们一人拿一个 然后尤其是三位粉丝 一起来尝一尝 杨杨 今天在现场 给大家来烹饪的 来接约万仔码头的 这个好吃的水饺 这个其实也是 呃 杨杨给到粉丝的一些 这个 呃 互动 希望你们 感谢你们这么多年 对于他的一个支持 好 来 我们给大家来 这个分一下 嗯 来 谢谢 尝吧 吃吧 我给你倒一下 嗯 嗯 哇哦 好 亲手哦 哎 好嘞 你给了我一个 来 来 我也得调一个酱吧 嗯 对 谢谢 来 你们如果想要什么酱 都可以自己来调啊 寂寞的饺子 肯定得调一下 这个醋能帮我拿一张 来来来来 我是醋 还有蒜 还有辣椒 全都 哎呀 你们用什么酱吗 没有什么 哦 椒醋 嗯 哎 那 那个 不搞砸了 我自己的小笼包 来 所以三位粉丝 是跟杨阳一个口味 对不对 只吃醋 只吃 嗯 杨阳喜欢的就是你们 喜欢的 哎 有道理 嗯 我没想到 一个 辣椒的姑娘 吃了这么大一口蒜 那个 那个辣油 辣油 好 你们要什么 小盘盘你们要什么 自己可以来调酱 自己可以来调酱 你们 你们用蒜吗 都不要 可以吃了 可以吃了 哎呦 再来一点 不然我这边太多了 嗯 吃个 没事没事 我们如果这一盘 没有吃掉的 我们等一下分给现场的朋友 好不好 可以 好不好 我们每人吃一个 大家都可以有 来各位 开动吧 嗯 没打开 可以开成 那好吧 来各位 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哦 这个酱搞得可丰富 就为一个饺子 可怜呢 好 嗯 嗯 嗯 你别 这声音有点夸张吧 好好吃哦 我跟大家说 这个是 藤椒的 然后它里面是鱼酱的 来分享一下口感 然后它有那个藤椒味的这种 香味 这种这种香味 又不是很辣 而且呢 就雪鱼 它的肉质本来就很 很很鲜嫩 鲜嫩 所以呢 就尝到嘴巴里 就让你有一种 很与众不同 又回忧无穷 又再又想吃的感觉 又再来一个吧 对 是不是真的好吃 我没有很服他吧 真的好吃各位 是真的好吃 来两三位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话筒在你手上 你先分享一下 你应该尝尝我这个 这个 这个虾是真的 然后其实之前有一款 那个藤椒汤辣的 鱼 嗯 猪肉馅的 你尝尝 我就很喜欢 然后那个 这个雪鱼藤椒 我就很喜欢 藤椒的味道 然后我老公 他说 跟我说 你买个点正常的味道 他说很喜欢 那个猪肉 玉米馅的 但是我就很喜欢 它这新口味 这藤椒非常香 对 其实这个就是满足了 每个人家里 就是不一样的口味 因为我老公 也说过你老公说的话 你知道吗 他说 你不要买这个藤椒 给女儿吃了 买玉米的 买玉米的 来 我们有请下一位粉丝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平时 藤椒 我不是太喜欢 比较冲 但是这个 刚刚吃在口里 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蛮好吃的 嗯 接受了 对不对 这个姐姐 要不要分享一下 对 我其实很喜欢 它里面有点点麻 嗯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椒 是青花椒 对 有点点麻 特别好吃 嗯 特别好吃 都是好吃的 来那个 小潘潘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就吃了一点馅 我都觉得 确实好 是吧 嗯 而且它打开了你 就是味蕾的 新的那个感官 就以前就是吃那个 只有选择那么几个 然后但是这种的就 但是它这个材料 特别的新鲜的感觉 食材 对 就不一样的感觉 没错 嗯 好 它确实让我们 有不一样的感受 如果你是一个 很有猎气性的人 或者说你对于 新鲜的口味 很想要尝试的话 此时此刻可以来 点击我们的购物车 然后领取我们的游会券 当然今天也感谢 三位粉丝 你们的福利 还没有结束哦 你们可以和杨阳 一起一步 我们的舞台中央 有一张属于你们 和湾仔码头的合影 来 有请 有请三位 嗯 很幸福哦 当然我们也有请 那个工作人员 把这些 我们剩下的湾仔码头 不浪费 每人给到一个 并且注意我们的卫生 好不好 来 谢谢各位 来 我们有请杨阳 和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一步至我们的 这个舞台中央 一起来合影留念 好 好 来 我们 好 谢谢 谢谢 饺子可以 饺子可以 我们把杨阳 煮的饺子 一起端下去 对 所以你看 杨阳的粉丝朋友们 都知道 我们 绝不浪费 所有的人都把我们 今天在直播间 煮的每一个饺子 都分给现场 所有的朋友 来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拿上我们的pad 因为我们要有请 杨阳给我们 出一个口令 当然我们会截屏 来送取属于杨阳的 这个签名照 我们的口令用什么 呃 我们口令就用 湾仔码头 好 来各位 湾仔码头 各位赶紧刷起来哦 这样你们就有机会来获得 杨阳的亲笔签名的明信片 来现场注意秩序 注意秩序 保持安全距离 好不好 大家已经开始了 疯狂的 就是在吃我们的 湾仔码头的全新口味了 来所有直播间的朋友 可以来看一下啊 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边 是 对 我们还在呢 所以美食当前啊 真的 又是杨阳推荐的 看到没有 这一个明信片 如果你被抽到的话 它就是属于你的 来 接下来的时间 我要给大家来截屏哦 杨阳倒数 5 4 3 2 1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有一个来自于微博 雨晨雨昕 随风倒的 那颗草 明侦探兔 恭喜这三位 你们将获得的 是我们来自于杨阳的 亲笔签名的明信片 当然今天我们也很感谢杨阳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啊 当然我们要有请四位 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因为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嘛 所以还是要给直播间 还有所有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 送上更多的一些祝福 送上更多的一些祝福 先从小盼盼开始好不好 有什么样的祝福要送给大家 我送大家一碗 皮儿薄 馅儿大的云吞 然后祝大家 平步青云 然后 采远寡计 好 来 唐某虎 我送给大家 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 祝福大家 生活事业 蒸蒸日盛 哇哦 说的太好了 我送大家一盘 吉祥饺 然后祝大家在2021年 吉祥如意 好 我送大家一碗汤圆 甜的糯米皮裹着 开心的裹住 大家甜甜蜜蜜 哇哦 说的都太好了 而且都把我们这个万载码头的 全头产品带给了大家 那最后呢 我们想要让杨阳也送一点祝福 给所有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吧 我送大家健康 然后呢 吃完的码头一定会越来越健康 好 再一次 感谢杨阳今天来到我们万载码头的官方的旗舰店的直播间当中啊 当然 我们还蛮想知道 之后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关注到你的一些新的动态 有没有什么预告 网上搜新闻就能关注到我 好 再一次 谢谢杨阳 那最后跟大家say bye bye了好不好 好 拜拜 不舍得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say bye bye了 希望你今天能够愉快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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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